你 我不管你怎么说 我还是反对你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 拿出最后的结果吗 我们能等吗 那怎么办 解散 你回你的海军机关 我回我的10号团 剑载机就不上舰了 中国航母就不搞了 正位同志 我来了 把门关系 怎么了 搞什么名堂 来 坐下 坐下 你笑什么 你以为你想什么 我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想都不要想 我反对 什么事你还没说呢 你就反对啊 你反对什么呀 你先去见了梁总 又跑去见了周总 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 今天一早 肯定又去见了吴京天 最后又去见了 于兆年老团长 我说得没错吧 你说你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什么目的 你说我有什么目的 还不是想瞒着我 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 钥匙飞行 高速撞击着剑 我就算是这么想 有错吗 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 运动轨迹 就越接近一条直线 飞机从Q高度 直接撞落到 航母的中心着剑点上 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 还真做不到准确着剑 没有准确着剑 就没有准确挂锁 做不到准确挂锁 那么只能选择逃一复飞 但是如果没有速度 逃一复飞 根本就不可能 在海上就有可能 是机会人亡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 都告诉你 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 特别是人体速度 人家说了就是 理论上有了结论 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试验 就这一项 至少给三个人 大弟 我告诉你 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 我反对你冒险试验 钥匙飞行 高速撞击着剑 我已经向总指挥寄事过了 他同意我的想法 所以我们 从开始到现在 越来越正面 谢震宇和余涛是对的 没有速度 就没有准确着剑 要想准确挂锁 或者是挂锁不成 转路逃逸复飞 准确着剑 那这基础是第一要素 做不到这些 其他的都是面谈 你是从吉利反对 转到坚决拥护 从一个极端 转到另一个极端 现在又是认定了 只有用钥匙飞行技术 才能解决着剑问题 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 对吗 可以这么说 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 所以说我现在才反过头来 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 但是你知道这么做 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意味着 对之前的着剑理念 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 打破旧的操作规程 不是减速着剑 不是巡航速度着剑 而是用钥匙飞行 加速撞击着剑 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 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减速着剑 落不到着剑中心点 但是 我可以放心大胆地 让大家这么去飞 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 每一次飞 都是人 机 锁的一次 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颗撞击 着剑家门和阻拦锁 咱们不说 就说人吧 人是血肉之躯啊 你问问 全大队除了我以外 谁飞过钥匙飞行 我问过吴京天 他说谢震宇在海上这么飞 他不是有意识地 钥匙飞行 因为没有公交 也没有着剑的压力 他只有高速 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 想什么时候拉起来 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 他们没有飞过 其实你也没有飞过 钥匙飞行 高速召集着剑 但我最起码在余兆年 老团长那个时代 在吴京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 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啊 如果我不去试 你能让谢震宇去试吗 你能让余涛去试吗 我不是反对你去试 是反对你现在去试 私勇啊私勇 梁总和周总呢 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 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 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 他们不是想做十字八错的试验 而想做一千字的试验 都不出问题 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 还有人体所张所长 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 已经做过了 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了 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 是没有问题的 你还要让我等吗 还等三个月 天哪 你只要做会把我逼疯了的 我不管你怎么说 我还是反对 因为包括余涛宁老团长 和吴京天在内 没有谁真正做过 高速撞击拙箭的试验 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 要是飞行时 飞机要保持多大的功效 吴京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 余涛宁老团长 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 但是没有人能证明 这组数据用到高速轴件上 它是对的 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 急着去试这个工匠 去检测这组数据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人是血肉之躯 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 好 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 惊你那么一撞 万一失败了 这也得散架了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 拿出最后的结果吗 等人提索张所长 用假人做三个月的实验 但最终还得用真人 去做实验的 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吗 对了 张所长跟我说了 这种假人呢 国内还买不到 只能到国外去采购 但是你知道吗 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 出海视讯了 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 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 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 就得我们来生产 要我们生产的话 就不是三个月了 就得三年 我们能等吗 那怎么办 解散 你回你的海军机关 我回我的10号团 剑载机就不上舰了 中国航母就不搞了 四优啊 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原本以为你能理解我 但现在看来啊 你还是没有理解 几个月之前 首长不凭准我转业 让我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 大队长 一见面就跟我说 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 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 外军打这场仗的时候 是没有不死人的 当时我就明白了 你是想告诉我 那个时刻 现在到了 对 地面设备实验的时候 出现过这样一次 我们挺过来的 做B40项目实验的时候 又出现过这样一次 我们也挺过来的 现在这样的时刻 又到了 就算是梁总 周总 张所长 他们的实验 全部有结果了 还得需要我们用人 下机来飞刺 钥匙飞行 高速撞进捉舰 不是我就是谢瑞宇 不是谢瑞宇 就是于涛 不然还会有谁 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 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 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 如果做不到这些 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吃干饭呢 你不要说了 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歧 报告给宗志威 最后怎么办 请首长定夺 思勇啊 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宗志威 不行 我说涛思勇同志啊 你怎么那么窍条的呢 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 那让我们干什么 首长是指挥员 是负责战争全局的 拿山头是我们的事 这是供一座山头的事吗 如果一次战斗 能影响 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 我可以不报告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 就因为可能要死人 首长说了 你们不要干了 任务解除 社会大哥解散 中国航空不搞了 好 既然会死不穿 每一片 evening 直到我们的第二天 你之后 我们在这里 他一件事情 就会死人 不 不 不 我 elles